小七 其实你就是 小七 其实你就是 我还没发功呢就把他定住了 他们两个搞什么鬼啊 你这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你 你 你这样会害了小七的 你知不知道啊 这样吧 你答应我 今后不许再告诉小七她的绅士 我就给你解了这个定身法 对哦 我不帮你解开 你也没法回答我呀 我还是得帮你解开 对 帮你解开 不对 嘘 姐 姐 姐 我倒是使哪口劲儿我 你 姐 我放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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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可不是你姐 我是你妹 我知道 姐 不高兴 我觉得你啊 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是吗 那当然了 我送给你的礼物 都这么多年了 你都留着 还天天放到湖里洗 我也留着呢 我就放在 我们家水缸里洗了 对对对 还有这个 你到现在都没有说 找我到底什么事情 我不能过会儿再说吗 你为什么总是不说 说了我就该回家了 我还想跟你再多待一会儿 对不起啊 你干嘛总跟我说对了气 我总是惹你哭 不过我真的觉得 你应该叫做眼泪大侠 你这么晚不回家 你爹他不担心吗 我就是一个月不回家 我爹都不会担心的 不过他该担心别人了 他还是会担心的 你可回家了 你就真的不想知道 我要说什么 你到现在都不敢说 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 当然重要了 有个人需要你去救 谁 那个人为了你茶不思 饭不祥 饿得都面黄肌瘦了 我觉得你要是再不出现 恐怕他还挨不了几天了 不会的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他儿子已经回来了 他很快就会好的 我从小 就看他为你做鞋 可是你都不穿 白费了别人的心思 小夕 你可回家了 我真的不能再待一会儿吗 我怕黑 你不是要保护人吗 他们也怕黑啊 你再耍赖 快回家 你 你送我回去 我就回去 我不走 我就是不走 小夕 我不走 你再这样 我真的生气了 我不走 我就是不走 不走不走不走 我不走 他ermict 是好 你放我 快走 不走 不走 你走 不用掌握 你们想一直监谈你 速学壮 快走了 雨滚 Hern 水中你的椅子 不高兴 爱的心事 你不用开门 我只是想和你说一句话 我走了 爱是秋缠的故事 前生早已开始 小七 小七 飞月 小七 一定是飞月送小七回家了 老三 你可千万不要混了小七啊 大吉你放开我 我不 放开我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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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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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月亮又跟来了 跟我小时候一样 不高兴 你还记得吗 当时我说 我把它送给你 你呀 还哭了呢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这一般月亮 是我送给你的 不说话 不说话 不说话那也是哭过 我 我有个眼泪姐姐 这里有个眼泪大侠 我觉得你们俩才是一顿呢 好 怎么了 我累了 再坚持一会儿 这就到了 你不能像小时候那样 背着我吗 我有点累了 咱们歇会吧 我背着你吧 好 在你背上真舒服 不行 为什么 男女授受不亲 你们墨家也讲这个 墨家虽然不讲 但是世俗讲 你活在世俗里 我偏偏就活在世俗里 可我偏偏就不讲 男女授受不亲 谁说的 孟子说的 孟子 我又不认识她 我凭什么听她的呀 再说了 她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 那她要是说错了呢 为了她的错误 耽误了自己 那 那算谁的 以后你再去找她 她都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了 连圣人说的话你都不相信 我谁的话都不信 人家孟子 还说你们墨家 禽兽不如呢 你们爱别人的父母 就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 你们爱别人的兄弟 就像爱自己的兄弟一样 你说 这怎么能是禽兽不如呢 嗯 我说这些话 您可不要不高兴啊 没有 好了 我们走吧 那你背着我吧 你怎么这样啊 我又不是非要嫁给你 至于吗 喂 等等我 哎呀 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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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你们家仙女 凭什么让你背着我啊 长得再像也没用 你们家仙女真是幸福啊 要是有个男人为我这样哭 你 要我去为他死都行 我要是能代替你们家仙女 就好了 那我一定会改掉 所有所有的坏毛病 你让我变成什么样 我就变成什么样 嘿嘿 而不只是和他长得一样 哎 你别当真啊 我跟你说是玩的 嘿嘿 我知道 就算我要嫁人 我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你都不知道 连小孩一见到我就哭 我又说要嫁人 全心语的男人都跑到外地去了 嗯 更何况 还有人总拦着我 嗯 小七 小七 他们肯定来找我平里来了 都打了一天了 嘿嘿 别理他们 哎不高兴 我们走啊 走啊 小七 luxurious 快 gibt 一起按ーー 出еф 快 唉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三公众 呵呵 你就是那个 摇 对 我就是那个摇摇摇摇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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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s 三公主 你就别想紧着了 您哪 就老实在这待着吧 别破坏了好事 跑那么快 找到她的时候 她早告诉小七了 对啊 我还是赶紧上去 告诉老二吧 开门 谁啊 大半天大虎小价的干什么 七老爷 七老爷您有什么事 开门 好 开门 好 不高兴 我真的不能再见到你了吗 小七 小七 不要想着见我了 你也不想了 去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吧 不用客气 回家 回去吧 不高兴 你要是想你的妻子了 你就来看看我 你可以把我当成她 虽然我不能为你做什么 但只要你看到我 能让你高兴 我就会高兴 不高兴 记住我说的话 非约 我 我说 你也朝这边看一眼呀 我看一眼 去 挑身口呢 今年多大啦 二十八了 娶亲了没呀 没有 想娶不 那行 今晚敢不敢跟七老爷回家 敢 敢啊 好 我们走 早知道这么容易 我费那么大劲干嘛呀我 快看看 怎么样 好看吧 小琪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捡的 捡的 哪有捡大活人的 小琪 你可不能乱来呀 我没乱来 是她自己愿意的 你问她 对 我自己愿意的 小琪 过来 这个人哪 来路不正 爹 这年头还管什么来路正不正呀 是个男的就不错了 你 小琪 那这个是 你自己留着呢 还是 当然是给我姐留着了 真乖 真乖 姐 你看我姐 漂亮吗 嗯 漂亮 那你喜欢吗 喜欢 也喜欢你 嗯 那就不用了 姐 怎么样啊 像 姐 后娘 我姐她怎么了 这个我懂 她 喜欢 二 你们是让我娶她啊 是啊 是啊 难道 你敢娶我不成 嗯 嗯什么嗯 别嗯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既然 你喜欢我姐 我姐也喜欢你 那这事 就这么定了 明天啊 你就找人来提亲 三天以后 就来抬人 其他什么梵文乳节 就 全能免了吧 什么事 怎么样 我 你 嗯 还嗯啊 怎么又嗯了 娶她 娶她可以 但我有一条件 嗯 这个时候男人都挺吃香的 提个条件也不算过分 行 那你说 什么条件 连你一起娶 还真又不怕死的 不怕 行不行 那她太行了 小七 那你答应了哈 这还不答应啊 小七 厚娘 这下好了 你们省得麻烦了 一下嫁出去俩 小七啊 这事还是得商量商量 还商量什么呀 别商量了 这事啊 就这么定了啊 你赶快回去准备一下 好 然后明天早上过来提亲 三天之后 我们一起嫁给你 好好 对了 我还忘了问了呢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家住在哪里啊 胡椔猎 这么大风啊 砸 来 勇果 救命啊 怎么了 姐 睡不着啊 怎么觉得 跟你嫁给同一个人 总是有点 有点怪怪的 说不上来 你看不起我不成 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我就觉得吧 小七 我觉得一个男人 只应该娶一个女人呀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但现在不是男人慌吗 你不知道 那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哭着喊着 要去给别人做妾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爹吧 虽然老了 他现在要想纳妾 成千上万个女人 都想给他做小妾呢 那一堆 你以为你是萝卜呢 论堆 现在的女人 哪有萝卜之钱呢 也是啊 可是我怎么觉得我要嫁给他了 有点儿 有点儿 有点儿对不起追呢 他又不娶你 你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呀 说的也是 可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追 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不高兴 他 他又不娶你 你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呀 跟你一样 跟你一样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不要太难 小妾挠你脚的时候 为什么要让我出去 太难了 那我再问你一个容易点的 你 你是不是成亲了 没有 快点趁热吃了吧 要我饭的都这么大吗 难道是传说中的歪脖子大侠吗 小妾啊 爹 你还不睡啊 爹睡不着 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啊 小妾啊 爹这些年 就想着赶紧把你们给嫁出去 现在忽然能嫁了 我也舍不得你 你嫁就嫁了呗 还嫁那么远 你嫁就嫁了呗 爹这心里头啊 爹这心里头啊 爹 我也有点放心不下你 我知道 我要是一走了 后娘 后娘肯定又要欺负你了 爹没事 爹过一会儿就好了 什么 你不嫁了 小妻小妻 来 你不嫁爹爹病能好吗 我们两个只要加一个 她的病就能好 那你是亲生的 你这药味比我管用 姐 你这可就不对了 你也太没良心了 爹可是把你当亲生的 我一直把他当亲生的 我 可是 还是不一样啊 一样一样 小妻 你过来 过来你 过来 哎呀 那个 其实啊 我真的很想嫁给你 但是 但是我不能嫁给你啊 你知道吗 我这一走啊 我那后娘 会欺负我爹的 不是 可是 可是我就想娶你啊 你这个人还真是够奇怪的 我亲老爷的威名 你没听过 听过 那你还敢娶 敢 敢也不行 那我就没办法了 是啊 你是没办法了 你必须要娶我姐 我要是不娶呢 不娶 那你就便宜别人去吧 什么 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告诉你 你们给老子听着 他今天啊 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否则我杀你们全家 你们 你们都看见了啊 他要坚持的 他逼我嫁的 所以啊 我就只好嫁给他了 怎么这样呢 就不用啥和气了 小七 我告诉你 我女儿 绝不能嫁给你这种人 你给我滚 好人 你个死老头子 滚出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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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你给我滚 爹 快走啊 小小七 快走 你赶快准备准备 三天之后我来抬人 小七 快走快走 快走啊 滚 快 好了富贵 滚 富贵 爹 你别生气嘛 爹 小小七 孩子好不容易找到个男人 不就是脾气大了点吗 小七 会慢慢调理他的 你看他像个人吗 别气别气 又该渴了 别气 小七 不能嫁给他啊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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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霍大将军深入凶奴两千里 杀别五万 生秦叶鲁王 大姐 大喜 陛下 大喜啊 陛下 大喜啊 什么是这么大呼小叫的 飘起将军获祈病 深入匈奴腹地两千余里 杀敌五万余人 生秦叶鲁王 哦 这小子 总算是有音讯了 是啊 一有音讯 就是这么大的喜讯啊 哦 那他人 现在何处啊 已经班师回朝 不日即可到京 哦 好 传旨下去 朕要亲自前去迎他 诺 大将军 你找我 明天去兵就要到长安了 我不能去接他了 你替我去接他吧 诺 大将军 你这冤屈 就这么一直瘦着了 我看是不是让娘娘在皇上那儿 轻者自轻 这点委屈 对我卫青来说算不了什么 只是 可惜了所有那丫头 哦 对了 千万不要向去兵提起此事 要是他问我为什么没有来 你就说 我病了 诺 我 快点 这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每次我凯旋归来 舅舅都会迎出三世 怎么今天还没看见他 大将军 看 那里有一个人 老奴齐安 恭候大将军凯旋 我舅舅呢 大将军他病了 今天来不了了 病了 秦叔 把刀抬起来 秦叔 我舅舅怎么回事 大将军呢 说 我舅舅到底怎么了 大将军不让我说 但是 今天就是大将军责罚我 老奴我也要说 直指秀一使者降诸 诬陷大将军以孤女岁而似通 皇上降旨 让大将军在家里闭门死过啊 皇上信了 江冲 念造了证据 念造了证词 皇上他就相信了 你又要驾沟 江冲 就是到处查人私事那个 执者修议实者 对 慢着 大将军 现在皇上你带文武百官 在城门外迎接你呢 你带着兵马先去城门 我等会儿再去 驾 大将军势动 大将军千万不要鲁帮行事啊 大将军 明将 可能要出乱子 你马上回去 令独卫大将军 驾 驾 驾 站住 让开 护大将军 拿个事将冲 何人放肆 获取病 你为什么擅除魔府大伤我的手下 你就是那个狗贼江冲 小儿救的放肆 你这狗贼拿命来 今日方军 世上果然有高人 大将军别打了 再打就惹祸了 搞贼我告诉你 我舅舅在大汉朝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司马大将军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陪污蔑他 严安 区民 你给我住手 舅舅 先让我替你出这口暗计 严安 你知道善杀仇敌大臣 是什么罪名吗 我不管什么罪名 你给我住手 狗贼 我饶不了你 走 走 朕本想封你为大司马 让你和你的舅舅一同职场 大汉兵权 但是你竟然行凶殴打朝廷大员 朕应该重重地罚你 但是看在本次你出征匈奴 功勋卓著的份上 功过相抵 既不赏也不罚了 陛下 大将军魏卿身为戴罪之人 理应在家闭门思过 没有陛下的诏令不许出门 可他竟敢私闯微臣的私宅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要不是我舅舅 你还能活着走进魏阳宫 魏大将军尽我将冲 将出感恩 但他违反了陛下的诏令 理应治罪 算了 抗旨是罪 绣人有功 功过相抵也不用罚了 朕再给魏卿下个口谕 如果没有朕的诏令 魏大将军不许走出大将军府一步 将军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舅舅和岁儿私通 是岁儿亲口招供的 不可能 你敢不敢让我亲自问问岁儿 对不起大将军 他已经畏罪自杀了 什么 肯定是你逼死岁儿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住手 放肆 这件事情 到此结束 以后谁也不许再提 我分享一次 澄清 延清 有东西